为嫁打40岁白发老头,不惜和家人断绝关系,如今22岁的他竟然变成这样。 在娱乐圈中有很多明星的恋情备受观众期待,有张丹风红心这种的姐弟恋,但是有一种恋爱就是不太为人接受的那就是爷孙恋。 台湾音乐人李昆成已经61岁,但是他被受关注的一直是他和22岁林静恩的爷孙恋情。 当时李昆成和17岁的林静恩公布恋情的时候在网上公布很大的风波,除了这段年纪相差太大之外,还有当时女方环卫成年。 本是李昆成的林静恩,当知道女儿和自己好友谈恋爱之后很是愤怒,毕竟没有一个父亲希望女儿嫁给一个大40岁的老头子,这会吊自己女儿一生的。 所有林静恩在公众面前谴责李昆成抢走自己的女儿,并准备提起控告。 对于林妇的愤怒,林静恩表示不是很理解,她一直认为她和李昆成是一对恩爱的情侣。 两个人交往五年以来一直在秀恩爱,不过看着充满活力的林静恩和一个白头老头的亲密自拍照,小编还是有点难受,心疼这个女孩,害怕这段恋情以后会吊她。 参考来源